哈喽大家好,我还是那个跑过江红卖过意,吞过铁球连过气,火车倒上压过腿,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兄弟们,自从前两天我们落了农村四哥身边的几个短视频创作者以后 评论区里就一直有朋友想知道妖妈和妖叔的收入 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老两口做短视频的收益怎么样 妖妈妖叔今年50多岁,是千万粉丝大咖农村四哥的至亲 当然现在两家有一点不愉快,具体是什么原因呢,网友朋友们也不知道 我们在这就不提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仅仅只推算一下他俩的这个账号一年的收入怎么样 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一家人平时的日常生活 该说不说,就单独这个账号来讲,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西国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709条视频,拥有粉丝92.9万 认证的是优质三农领域创作者 接下来再看一张截图,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他们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265万 然后我们拿265万除以10 大概已经得出他们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26万左右 熟悉他们的粉丝朋友应该知道 他们在别的平台也有视频 我也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发布的还是别人搬运的 我们暂且就按照西国视频1万播放的最低30元来给他们推算 然后我们拿他单条视频26.5万的播放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3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大概在790元左右 下面说的更新数量特别重要 他们现在每天稳定更新两条视频 一个月大概更新在6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795乘以60就能得出他们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47000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还能剩下38000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38乘以12个月就能得出他们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大概是45万多一点 兄弟们毕竟看不到后台的真实收入 所以说以上的都只是推算出来的 可能不准确估计也差不多 视频的最后我想说大家接触这个互联网看他们的视频只是为了消磨时间以及放松自己 而且网上的东西真真假假 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说喜欢看他们的就给他们点个赞 不喜欢看他们视频的就直接滑走就好了 不要太较之自己开心快乐最重要 再呢就是祝妖妈回妖叔身体健康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做自己每天开心最重要 平安幸福 好的兄弟们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一起学习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